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有朋友问喵哥说隧道的灯光 为什么就不能调的链一点 是不是为了节省电费 这个问题如果大家在南方跑高速 尤其是跨省跨的比较多的 其实是有所感悟的 尤其是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省份 过的一些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的省份 你会发现同样的一个隧道分界线 这边明显感觉链一些 到了那边之后明显就感觉暗一些 你说是不是这个节省电费呢 这个还真有可能 因为不同的省份 他们说实话对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电费的承受能力 它确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这隧道里面也想灯光亮 还得什么 你家里的房子没撞去之前 你把灯光打起你发现没有 毛皮一反 你这个无论灯光怎么打 它都显得不亮 就得给隧道贴桩 就得给它吊顶 因为这个隧道建完之后 里面乌漆漫黑的 大家发现尤其是这个高速公路 说的的话 很多基本上墙面 都是这个乌黑乌黑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灯光打下去之后 才显得更加不亮了 那么咱们就不能给隧道贴桩呢 就不能给它吊顶呢 我跟你讲了 这个贴桩 这个吊顶 这个要费用 而且不仅要费用 后期的维护也是个很大的麻烦事 你隧道不是说我贴完庄之后我就不管了 你那个隧道贴完庄之后 你过不了半个月你去看 这个车子尾气 以及这个车子有时候经过了甩起的这些泥沙 很快就把贴的这个庄全部都搞占了 也就是说你贴完庄之后 你还得隔山插 你还得洗液 这样的话它才能保证整个隧道比较炼 这部分费用是不是无形当中增加了 而且增加了很多 我贴桩要一倍费用吧 每个礼拜维护 我还得要一大倍费用 在高速公路集团 明明这个资金就不充裕 你还得这个给你贴桩 还得给你去洗隧道 感觉太大了 你就为难了 对不对 第三个呢 就是这么干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 你比如说这个隧道里面贴了桩 像我们这个长沙城区 新修的隧道 像这个夏府路隧道 像路景路隧道 包括这个三环县的这个梅西湖 下台隧道都改造了 尤其是这个三环县的梅西湖下层隧道 在改造之前 大家发现这个隧道也是这个乌漆骂黑的 后来呢 这个隧道实在太压抑了 尤其是下层 改造完之后 不仅在隧道墙壁上全给你贴上来装 而且呢 还在这个隧道顶部 给你装上了这个彩色的这个LED灯带 说实话 这么改造之后 这个效果确实明显 就是你进这个隧道之后 原来这种压抑的感觉 真没有了 但是这个改造估计成本也不低 要不胡杂这么隧道 也就是这个长沙城区这几个隧道 也就这么改造了 其他隧道基本上都没给你改造 而且呢 这个新修的路景路隧道 也是为了让它不那么压抑 这个隧道顶上 也是喷了一些这个蓝天白云的效果 但是呢 刚开始效果还不错 过一段时间之后 尤其是很多尾气附阻之后 它的效果就明显打折扣了 所以呢 基于这些原因啊 隧道里面光灯光条链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要解决墙壁和顶的问题 但是呢 解决了墙壁和顶的问题之后 你又的一个增加你的维护成本的问题 而这些东西 先教于这个隧道形成安全来说呢 有没有本质改变了 我跟你讲了 改了之后确实有些改变 但是你说本质改变的话呢 就目前尝尝这个改造网的设计来看 我觉得倒是没有什么说 很本质的一些这个改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吐槽的 隧道里面灯光就不能调链一点吗 因为它真的不简简单的是灯光的问题 它牵涉到这个一系列的问题 而且呢这个光灯光调的太亮了之后 这个灯容易老化 容易坏 到时候这个出现灯光不均匀的话 反倒比这个单独把灯光调亮 带来的危害会更大一些 所以比较合理的这个做法 在静的时候灯光会稍微亮一点 到了中间灯光慢慢的会暗一些 然后在出口的时候灯光又变得亮一点 甚至出现这个冷暖光搭配的情况 这样的话呢 确确实实还是有助于这个提升行车安全的 好了 通过描告的分析大家都清楚了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希望的灯光亮一点 实际上我们想的很容易 但是人家做起来确实成本有蛮高 关键是各地会摸一摸我的口袋里料怎么样 口袋料的我又要面子的 我就弄一弄口袋里面这个料不足 反正就无所谓了 安全就行了 所以这就是你平时开车的时候 你自己注意一下 你会发现经济越好的地方越有面子 经济越不太好的地方呢 也就自然而然就不太注意了 感谢观看